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有些特別的事情要搞一搞 就要跟Icy在Skype一起做節目 所以剛才不熟悉了,搞遲了 現在就遲了十分鐘開始 你先說兩句吧,看看別人能否聽到 行不行,測試123 行不行 那為什麼你不能來直播呢? 你要想一想,你要告訴別人 可以說吧,可以說的 為什麼呢? 秘密的,我可以從韓國回來 但其實我是健康沒事的 確保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的健康 身體狀況,你們不要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就自閉 是,那你先自閉一兩個星期 看看你的航班有沒有人扣感染 我也有傳一些片給你看 其實呢,一去的時候 我們是五十多鐘 我回來的時候,我總共去了五天 回來的時候已經升到八百多鐘 所以,其實去和回來,和在韓國 我們最主要都是首爾的 但是首爾,去街的各樣東西 都不是太大影響 都好像跟香港差不多 每個人戴口罩 但是呢,真是最恐怖 是回來那程機 因為真的很多,可能未必是 首爾一起出發的人 又可能不同地方出發的人 那可能是在夜區過來的人 即是在一起和一班機 那看到很多人就是 真的是全裝裝裝 那套了什麼 那些叫什麼 雨衣,然後戴上手襪 我旁邊那個女人呢 那個手柄也噴一下 腰帶也噴一下 什麼都噴一下 那樣很安全 那我們就看到 前面有個叔叔就不停咳 我們很害怕 是呀,我們就不斷調位,分散,到處走,我覺得上機是最恐怖的 下機後,其實香港的檢疫措施都頗為緊張,比我想像中 那些只是催的,他隨便填了紙 應該這樣說,我以為是發燒,他就會叫你去看醫生,不會抓你,他就不知怎樣怎樣 當然他就會有溫度計,探測藥槍 因為我直接去問他,如果一個人發燒,你們是會怎樣處理的 你們是會放他走一定,他會立即留下他,是有檢疫措施,有醫生還是醫護人員 去立即幫你進行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 看看你是否確診,如果確診的話,怎樣安排這件事 總之你一發燒,是不會讓你離開的,我覺得這件事安心,不會和我們一起走 這個病是沒有發燒的,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潛伏期都未必有發燒,是沒有病徵的 就有喉嚨痛,咳嗽,發燒,這幾樣東西 什麼都可以的,有時候未必有喉嚨痛 但我覺得我這樣死了不值,我無緣無故和你做節目,我這樣死了,我不值 我畢竟是花仔 其實我今天一回來,我就把同一個訊息傳給我需要見面的人 即是下跌的時候,我也有跟他說,我們也有問那些人 我說,我們需不需要自我隔離,我們需不需要檢查些什麼 他說,你們是可以出街的,但是呢,你們出街的時候要戴外福口罩 你們現在戴那個,這樣說,是沒有問題的,你們可以出去,不需要隔離這樣 那些人就這樣,但是我傳給那些訊息,那些人就說 那你也老殺,你的人也老殺,是不是 是啊,因為有些人,我答應了我今天給他票 我說,我因為剛剛在臨航回來,如果你介意的話 那我看怎樣處理,那他就說,很好啊,你很好啊 但我真的不准惹你們,大哥 是啊,是啊,是啊,我沒問題,大哥 大哥,你知道吧,我一定不想 那人可能拿幾百元票給他,我出錢給他 那個人可能無端端確診,我不知道怎麼交回兒子給別人,是不是 是啊,對啊,大哥,很多夢想還未達成的,對不對 是啊,那之後呢,但是我覺得有少少怡氣的 我拿一张纸给你看 走之前就给了我们这两张纸 这个就是一个表 你要自己量体温 看五下五里的温度多少 去到14天 但是这份表是自己填给自己看 我觉得有什么需要用到这张纸 因为它会下机的时候填那些 你坐位是哪个号码 它怕你旁边的确诊 至少你这14天有纪录 这样也好 表面上安心一点 昨天 我说了今天说什么 我今天说世界迷离怪事 因为十几集有些人说还有没有世界迷离怪事 我说有啊 今集是说世界迷离怪事的 我昨天跟小花聊过了 我说如果你要回来的行 我们两个做身体检查 先检查才让你进来 等一下 是谁要身体检查 你们两个要身体检查 我说 如果这样就不太好了 不如由她在家做吧 好了 今天讲世界迷离怪事 有几宗可以告诉大家 我自己觉得最后那宗是最恐怖的一个迷离怪事 我们先讲第一宗的迷离怪事 今天讲第一宗的迷离怪事 这宗的迷离怪事 发生在1939年的一个女影星 当时也有些名气的女影星 在一间屋内就不见了 这个女明星的名字叫Ada Constance Kent 她自己在一间屋里住 就是途中右手边的小屋里住 她当时有拍摄电影制作 有拍摄舞台剧 有在不同的媒介里出现 那女孩子Ada 因为她经常在伦敦工作 她不喜欢伦敦那么繁华的闹市 于是她就搬到途中这间屋里住 环境各样都很优美 她在AXS的地方住 突然之间有一天 她的朋友就告诉警察局 她不见了很久 没有见过她出现 有两三个月都从来没有见过她出现 希望派一个警员去她的屋里去看她 当时警员就进入她的屋里 找这个女孩子Ada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在窗盘装置就看不到 而且问周边的人有没有见过她出现 周边的人也没有见过她出现 于是他们觉得挺奇怪 问了一个上级就觉得可以了 把她的屋里破门打开她的屋里去看 谁不知她的门是没有锁到的 进去看见到什么呢 这间屋里面有个书架 有不同的东西 有食物放在这里 没有移动过 桌子里面还有一些吃剩的东西 在火炉旁边有一张椅子 她还放了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罗密欧语朱丽叶》 即是沙士比亚的名猪 她平时穿的衣服都挂了在这里 这些衣服是没有拿走过的 甚至大衣服都放在这里 大家不知道她在哪里 觉得非常奇怪 怎么找都找不到 想着可能她走了 人间蒸发 不过 大家都心里有一种不长的预兆 因为这个女孩平时很交代 不会这样无端端就走了 时间就慢慢过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一直直到1942年 她有个朋友叫George George就觉得 喂 Ada不会无端端不见了 于是乎 又回到这家屋里 开始四围找她 当时 这家屋已经被人锁住了 四二年 你也知道 都挺乱的 在二次大战那段时期 她周围看 打开了门 进一间屋里看 Ada也是不在的 之前的警察看到的东西 即是有些茶杯放在这里 有一本罗密 欧如朱利益在这里 很多东西没有移动过 她见到没有回来 就死死地气 于是乎就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战后 Ada在39年失踪了 不见了 到了1949年的时候 警察局突然间又收到有人打电话去通知 其实不见了十年也挺麻烦的 十年一个蹤影都没有 到了十年的时候 银行就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局 就跟警察局说 他说我们想找这个女士 即是这个女士Ada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协助我们银行去找这个人 因为他的户口里面 为什么银行无端端会找这个女士 因为他的户口里面有人打了几笔很大银码的钱 有进账吗 有进账吗 有进账 多数的银行突然间见到那么大笔钱 那个年代就不会说是用黑钱的 他有三笔钱打进来 可能他要通知你 你有三笔钱 也找不到他 于是乎就叫警员去看 警员这次去看的时候 就非常奇怪 他打开一间屋 进去看 他发现了这间屋本身有一个睡房 那个睡房里面放了一个穿着衣服的骷髅骨头 蛤? 这骨头已经变成黄色了 蛤? 是一条丝来的 是一条丝来的 而且那条丝是直接腐化了 就好像在坟墓里刮出来已经腐化了 丝就放进去穿着衣服 基本上他旁边有一个空瓶 空的玻璃瓶 玻璃瓶就是写着什么呢? 毒药 噢 被人毒杀的 但是当时第一次警察进去的时候 就没有发现这条丝 39年没见过这条丝 42年没见过这条丝 49年... 他在床上摆在床上 如果之前有一定见到 就是一直没有人见过这条丝 那条丝无端端走出来 不知道他在哪里 还有一样东西 他之前那间屋里不是有一些 勾与朱丽业的书吗? 不见了 已经不见了 即是没有在原先放在那些位置 他们又心想 哇 会不会一间我人住 那帮附近的人进去偷东西嘛 你知道战乱的时候 没有钱就进去偷东西嘛 那警察呢 直接说 即是他们这些东西太诡异了 登上了报纸 基本上是不排除了偷东西 因为那个女孩其实之前也挺有钱的嘛 那这些叫做 countryside 他就和窮乡辟样 有些人不是太贪心的 就没有进去爆他的东西的 他那间屋里面找到什么呢 金、银、珠宝 钱啊 全部都放在那里 没有不见到 那奇怪了 真的应该有些事情发生了 而被人杀了 没可能连这些金、银、珠宝都不拿 如果她还没死呢 在1959年的时候 这个女士应该是六十多岁的 当年是六十多岁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得到的一个怪异事件 怎样怪异呢 还有其他事情的 就是那条丝 看上去又不是被人毒杀的化验过 是 整副骨头是完完整整没有被人打死过 怎样死不知 嗯? 这个女士怎样死不知 超级现象 还有一件事 有些年轻人 他经常都会进来这儿玩 他家屋没有人住 他就进来玩 有个年轻人叫Derek Derek他长大的时候 他说 其实他们进来 一家屋里 最初在这家屋没有人住 他们说 看不到有人 他们都看到 这副骨头 原本是放在厂底的 蛤? 这副骨头是放在厂底的 所以上次 搜了第三次才看到 第一二次 可能真的在屋里 但在厂底看不到 还有 他在厂底的时候 那些年轻人 不觉得是人骨 他觉得应该是 动物骨 死了一些狗 他当时 放回那张床的时候 1949年 1949年的时候 警察到来 是整张床 铺满了层 好像很久没有人动过 好像他原先死了很久 没有人动过 穿了衣服 穿了衣服 其实这件事是很难的 你死了 骨头是会断开的 没有根腱去连住的时候 他直接好像鬼的眼睛 之前可能他本身的骨也在 或者 他本身在床下底 为什么会放回上床的呢 没有人知道 还有我觉得 在床下底发现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帮他穿衣服 不然那些小朋友 不会说是像动物的 如果你铺得这么漂亮 而真的在床下底 你都觉得他是人 一定是一堆这样的骨 还有那个人去做这件事 如果是人 人为的话 这个人是 很知道这些骨头是怎样的 你给了一堆骨 我也不知道 究竟哪个手哪个脚 说真的 还有些怪异的地方 开始猜猜 我暂时都想不到 那些人就 在这件这么奇异的现象 等于懂得动的骷髅骨头 他自己坐在床上死 那些人就开始问附近的人 就搜集了很多证据 那些人说 最后一次见这个女人 就是Ada 就是1939年的3月6日 当天见到她 很累的 在经过花园的时候 在那里咳嗽 就不舒服 在那里咳嗽 有肺炎 不知道什么 那他们就问她有没有事 她说没有事 然后当晚 见到她的房间 是亮灯的 是亮灯的 然后六个月之后 有人就四围望 四围望 一人不见她出现 六个月之后失踪了 谁知道屋里没有见过骨 没有见过有人 即是说有人在屋里见到有骨 在床下底 有人放进去又没有见过 那骨子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放在床上 是没有人知道 其实一直都不是她在生存 会不会已经是另外一个人在她家里生活 所以你会见到有灯 那那个灯就是人 不是她失踪当晚还有灯 之后就没有了 嗯 那你想不想 大家朋友想不想这件事是怎样的 我觉得是人来的 如果是鬼人 没可能的 我顶拢觉得人鬼情未了 顶拢也是动到浩子 你动了整股骨 大佬 所以今晚这件事就是今晚迷你事件里的第一件事 即是世界迷你事件 为什么你问的呢 如果你问我 我就肯定不会觉得是鬼的 对的 没可能是鬼 我觉得就 那个女演员Ada 病死了 死了之后呢 就可能吐了一两天死 有人照顾她的 那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又想拿她的钱 就先把她的丝放在床底里 谁不知呢 朋友就想着她的东西 她的东西去摔成 怎料她的朋友死了 会不会呢 就是帮她照顾她的朋友死了 那回不了来 然后最后来就可能 有人得知她里面 为什么有人传钱给她 你也觉得是奇怪的 她死了为什么有人不断传钱给她呢 传了几宗大人吧 我想到了 传钱给她就是搬尸那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粉丝所谓 毕竟她是公众人物 可能她有自己的粉丝 可能很痴情那些 可能一直都在 她的屋外面在捕她的 看到她可能有什么意外 进去救她的时候 又救不了 难道又没有勇气去报警自首 但其实这件事又不关她的事 那我就判了这条丝 因为毕竟她都是最爱的演员 最爱的女人 或者拿了一条丝走 是的 之后天天就抱着一条丝睡 抱抱抱抱抱抱 我都吃了瓣骨 我连样子都没有了 我都觉得应该要麦归原主 就是放在一间屋里面 放在一堆屋里面 放在一堆堆 想着有空才过来 帮她穿好件衣服 因为我觉得她帮她穿一件衣服 就是想她漂亮漂亮 就是最后漂亮的走 一个喜欢她的人 才会做一些这样的事 再解释一笔钱 就在想 可能 之后会不会是她的家人 或者继承 或者不知道什么 她又不是很清楚 因为观众人物 未必会常常交代 可能家人是怎么样的 她传入她的户口 传入她的户口 传入她的户口 可能之后怕她的钱 是给家人用的 噢 那你解释到这个 是比较近似一点 铁粗来解释 我怎样无端端走过去 跟她说 我帮她 帘葬那件事 不过你又不知是谁 现在想着给一笔钱 她的户口有钱 之后家人帮她帘葬 好了 那下一个迷离事件 下一个迷离事件 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演员 这个迷离事件 就是关于这间屋的 那她的题目呢 就是叫做 Canberra Shine Door 就是 对镜头很害羞的公仔 是 这间屋呢 都有一段的历史 就是都挺长时间的历史 那里面呢 先说它位置在哪里 这间屋呢 就是叫做Key West的地方 就是在美国的Florida的州 那里 有一个城市叫做Key West的 那这个Key West里面呢 这间屋呢 是被誉为 最猛鬼的一间屋来的 在当地 因为为什么呢 他本身呢 之前就住了有一个 Captain的 Captain叫做Jack 他是一个拯救小孩的人 这间屋呢 曾经做过一些 儿童的 Lursery的工作 有差不多很多个小孩 都住过这里 也都之前呢 有百多年呢 是作为一些 小孩的 有一些照顾的场地 这个后来呢 有一个Captain Jack 就住了在这里的 这里呢 是有一个非常猛鬼的公仔 当地人呢 就是叫他做Campain Jack 能不能记得那个Abel呢 嗯 记不过记不过记不过 因为这个公仔没有害人的 他没有害人的 但是非常之恐怖的 那这间屋里面呢 还有一幅画 那幅画呢 是一个 生前在这里死的一个小孩来的 这间屋呢 就是一个Lursery的房子 他之前有一段时间呢 就照顾了很多 因为霍乱病而差不多死的小孩 嗯 就放在这里的了 那很多小孩呢 就入罪有日无出的 当时有霍乱疫症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医不了 就是很多年前了 那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呢 这张照片呢 就骂鬼了 总之呢 你晚上经过啦 你会听到他呢 有时候会哭 还有这张照片呢 有时候会在那里低入 有时候会… 那张照片好像白癌了 那样 只是眼睛黑一点 还有你看到手 是某部份的 黑一点 这么恐怖的 总之 他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他发出一种很凄惨的能量 你经过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会哭的 你无端的看到很惨 想哭 这张照片呢 那张照片呢 他自己以前在那里住的时候呢 他说他跟他的女儿呢 他的女儿叫做Hannah的 那他跟Hannah经过的时候呢 都会感觉到 有这种怪的现象 还有呢 因为他是小孩住的地方 后来呢 在1960年呢 就变成了一个展览馆 被人进去看的 就是以前的照顾病人是怎样的 小孩的病院是怎样的 之类之类之类 自从他变成了一个museum的时候呢 就开始很多保安 就下了一些不同的系统进去 就是怕人进来偷东西嘛 因为有些文物 开始变成文物的嘛 怕人来偷东西 那有一个怪事出现了 他们呢 就发现这间屋 就有个公仔 就放在一个婴儿车上的 而那个公仔呢 就相传就是这个女孩留下的 死时生前就留下的 那个公仔 那他们就 不要理会 那个公仔就放在一间房里 有些人来参观 也看到当时的小孩 玩些什么 但是自从发现这个公仔的时候呢 这个公仔呢 就开始搞一些保安系统 一到晚上呢 那些保安系统呢 就突然之间接到一些声响 就来这里看 每一次呢 都是这个公仔 那间房里出现的 嗯 就是它会让你动一些保安 让有人来看它 不知道是不是怕满 还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这里就很猛鬼了 开始 就开始害怕 怎料突然之间呢 有一天 这个公仔呢 就不见了 蛤 不知道去了哪里 蛤 那自从它不见了这个公仔的时候呢 开始有人呢 在不同地方呢 会看到这个公仔走来走去的 自己呢 对 晚上就看到它在花园里走啊 甚至乎呢 无端端在草地里会看到它出现 那个公仔有几大个度的 有相片的 有相片的 这样一款的 哦 我这里没练到 要再练一下 那个公仔呢 就本身呢 放在一个婴儿手推车上面的 就是那些BB车上面的 那还有 这个公仔 还有那一幅相 还有那间屋里面的小朋友的东西呢 他们不喜欢被人拍照的 总之你带一部相机进去拍 你拍一下呢 就会黑了一搭啊 晒出来晒不了啊 黄了一搭啊 那有些当地的摄影师呢 他就不相信的 那他就 曾经都 后期有些discovery channel的人呢 就是早期的 那个台的人呢 就想着 喂 我们去拍一拍它吧 那真的呢 就拿一些东西去拍 他说怎么会这么邪门啊 怎不知拍完回去的时候呢 他以前拍到的带的那些 全部呢 起了一格格一格格 哦 就是那班人就不到他不相信了 就觉得哇 仆街啊 真的这些公仔呢 就不让别人拍的 但是他最恐怖的就是 这些公仔 晚上是会走来走去的 有人见过的 甚至会 会弄响那些铃铛的 就是等那些保安来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小孩子 晚上拍门啊 想人陪啊 知如此类 这样 那这个公仔都挺恐怖的 哈哈哈哈 他这个 他这个 眼珠很真哦 就是像是那些呢 你走到哪里都会看着你那些 那接着呢 我再讲一讲就是 近期呢 近期呢 就讲开肺炎的 那肺炎呢 有本书呢 就预测到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哪里发生 有些肺炎的现象 这段时间 很热的嘛 你知不知道 是 这段时间 有一件事呢 都是在以前 有一个1940年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的命案 这个男人呢 我们先看看这张照片 然后下一节再讲 你看到他呢 是被人谋杀死的 他上面有两只棍子的物体 好像有些番章 好像有些长叉 还有有些镰刀的东西 就把他的头割开了 接着呢 就把他插在地上 这个男人的死呢 其实这个男人呢 是在一本小说里面 被人家预测了他死 兼是当地里面的一个 一个武术家 被人家罵他 这个男人的名叫Charles Wharton 那一会儿呢 下一节呢 我就是讲Charles Wharton之死 那我现在还有时间 就先讲一点 那话说呢 1945年的2月14号 就是情人节那天 这个男人就被人谋杀了 在一幅长的一些篱笔 一些篮笔的前面 就被人家这样杀死 他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工人 那本身这些谋杀案 在以前那个年代 喂 常常都会发生的啦 在英国 就是吵起架 喝醉酒 都会弄死你了 为什么会变身 变身为一个神秘的事件呢 就要和这个阵里面 有一只黑色巫术狗 先讲起来 和狗有关的 哦 和一只黑狗有关 是 我以为黑猫店 很多巫术都是黑猫 黑狗 加一个毛头女人 哦 引起了几宗不同的命案 他们说这里相传是一些巫术之镇 这个镇里面有很多巫师住在这里 他那个地方叫Walwick 在英国的其中很小的一条村子 他就在Walwick的棍里面 这个男人死了的时候 就有人报警 报警当时有一个inspector 名字叫Walbert 那Walbert就去看他怎么死 他没办法调查到是谁杀他 找不到兇手 也都查不到 去到一个死亡 查到没东西查一件原案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 迷离事件呢 就要讲其中一本小说的情节 那小说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会无端端预测到这样的 是一些批评的书 还是纯粹都是说一些案件的书 那本类似是一些故事书来的 就是故事习感书 这个男人在情人节就死了 他们最初都查的 一见他说死了这么惨 又拿个刹子 又拿些黏刀 那些回来的东西就 就差了他的颈子断了 就把他插在地上里面 那些人都有追查过 他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的 那这个男人最后一次 就出现在九点 还有九点三十分 附近做事的人就见到他经过 那一问他去哪里 他说要开工啊 就是帮人弄一些泥巴 弄一些围栏 就要开工 那自从早上九点半见过他之后 就没有人再见到他 那他老婆就四点钟 就等他回来 就吃饭的 那他老婆的名字叫Edith的 那Edith等不到他 到六点钟又找不到他 那四围就问人 有没有见过他老公啊 他以为他老公 在一个泥巴六草墙的前面 那到时间 下一节再告诉你 为何和一只黑狗 和一个毛头女人有关 下一节再说 我叫他老公 喻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